在这两个位置中间 再加两道三个灯位 好 累了吧 那边有坐的地方 我们去休息一下 好呀 走吧 坐吧 好 好 谢谢刘老师 受苦了 没有啊 一眼都苦 我看看我们今天 从出门到现在 走了多少步 喝 走了两万多步 这算什么呀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来回二十公里 还都是山路 你是农村的 是 我也是 刘老师 其实 我们还是校友 是吗 能考上交代 不容易啊 我是我们县里的状元 我也是 我知道 我们都不容易 刘老师 我能叫你师哥吗 当然可以 那师哥 你现在习惯城里的生活了吗 有的地方习惯了 有些地方还是不太习惯了 比如呢 其他的不说 就说这个吃吧 怎么吃都吃不出 以前那个滋味了 对对对 我也有这个感觉 我记得小的时候 要是饿了 就去地里挖几个土豆 然后往里面 往柴灶里扔 一顿饭的功夫就熟了 然后刨不出来 把皮一剥 蘸点酱油 或者辣椒面 你们也这么吃 当然啊 那味道 那口感 太香了 可惜啊 现在就是进口的土豆 都吃不出以前那个味道 不是 又李爱远 我想到了一个 找出钉子的好办法 但是需要你配合 好啊 我没问题 师兄 你是不是拉肚子啊 你这么会儿跑那么多房厕所啊 刘洋他妈来了 阿姨来了 帮你这儿看雨薇 也是督促跟刘洋 生儿子 这不 每天早晚 两碗包生儿子的中药 喝得我都拉肚子 这都什么年代了 他还逼着你生儿子 这太不可理喻了 他就是觉得 村里家家都有 我们家吧 也得有 那也不能生 这简 简直就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了 这什么年代 这也太奇怪了 这要不是你说我都不相信 是啊 阿姨这是有点 是 那三千多呢 这三千多啊 对啊 看不出来 你个卖电池的 你要能知道衣服价格就怪了 好 小玲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你说 雨薇在那边上 要举办派对 你要求参加的妈妈们 穿得都得漂漂亮亮的 你也知道 我平时穿的 也就这样 你不用说了 周末你来我家衣服包包鞋子 随便你挑 谢谢啊 我来敬两位好姐妹一杯 有你们在呢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我们也谢谢你 让我们重新和好 好 谢谢 思雨姐 你晚上能不能去我们家吃饭啊 你帮我开导开导刘洋他妈 没问题啊 我也知道你忙 我都不好意思跟你开口 但是爸 我实在是你有不过刘洋他妈 没事没事 我也好久没去你家 把这单子整理一下 谢谢 袁姐那你先坐会儿啊 怎么样 放心吧 袁姐 你现在依然领先 领先多少 一百一十三万 才一百一十三万 我不是刚拿着五百万的单吗 对 加那五百万的单 你领先一百一十三万